倒没有 因为它有很多演习 不一定是针对台湾 比如说今天早上 这个103架的飞机 它实际上最近 比如说通过巴士海峡 都是往关岛方向 而且最近飞的军机 还包括运游20 那是空中加油机 在台湾作战 根本不需要用到空中加油机 所以显然是要展示 它有一些飞机 可以经过加油 然后抵近关岛附近 那也可以做空对地的攻击这样 因为最近美国跟中国大陆 真的连续发展 发生好几次 比如说大概三天前 就是68架 也是一样 也出现了运游20 那最近的绕台飞行 就开始出现运游20 这种空中加油的模式 那这给人家的感觉 是针对关岛 针对关岛 还有前一阵子 就9月14 15 就美国本来说要在仁川 以西的黄海来做军演 结果中国大陆就先给你搞军演 然后还提前公布 说把你包在里面 结果美国临时换地方 换到那个韩国以东 所以我坦白说 就是双方都有点在亮剑 可是那个就是有点在确定 就是说 我的地盘到哪里 你的地盘到哪里 我甚至认为那个苏立文 急着见王毅 跟这个也有关系 那当然也包括 就是金正恩去访问俄罗斯 那很可能会愿意提供给俄罗斯 传统的炮弹 那我觉得美国也很想确认 中国的态度 所以我觉得最近 坦白讲很多的事情是 美中俄的军事角力居多 那我们也不要说发生这种事 我们就把自己无限放大 说都是针对台湾这样 其实他们的角力项目可多 那不一定是针对台湾 比如说黄海 渤海 那那个就是针对朝鲜半岛 跟中国大陆 黄海距离北京只有300公里 这北京怎么受得了 那以前被你这样演习 就算了 现在他的作战舰的生产能量 远远大过你 他当然就要亮舰了 因为你刚刚也讲到那个数字 就是每年的产能 中国大陆是2320万吨 那美国只有10万吨 所以美国现在也急着 再找那个 要嘛就建立自己的产能 可是他的造船业都跑光 所以也急着要跟印度 那也许会跟韩国 签署那个军舰的维修的中心 可是 坦白讲就是你再怎么算 到2040年 中国大陆的军舰 还是远远超过美国 那个航母不算 那你作战不可能 直接用航母来作战嘛 很多都是需要用作战舰 那作战舰 美国真的是落差越来越大啦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当然就可以去想象就是 为什么中国大陆决定在环海 渤海要硬起来 他会觉得说这是我的内海 你不可以靠近啊 就好比你不能跑去加勒比海演习一样 美国也觉得是他的地盘啊 一样的啦 所以我觉得 他们最近应该是在调整 这种军事的红线 那就都用实力来 来较劲啊 然后慢慢的再重新调整嘛 那因为目前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军方 没有办法做高层对话嘛 所以苏立文知道自己又来了 这个马尔他这个会谈 谈了相当久啊 谈了两天啊 所以我相信有谈了非常多重大的意义 我觉得这个侯友宜的说话啊 他在美国访问的说话当中的话呢 他只是讲了前半段 没有把话说得非常清楚 他应该讲清楚如何避战 如何呢不要让孩子上战场 那么他要把这个话说清楚的主要理由呢 在于呢 我们目前看到了美国的做法上来讲啊 确实是跟他所想象的局面很不一样 刚刚委员说得非常清楚啊 就是说呢有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管控你的作战范围啊 你这个一旦展开以后呢 这个不是单纯的区域冲突啊 这个基本上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哨战啊 所以说台湾本身的地位很重要 为什么大家都非常重视 那说除了我们自己活在台湾的人 没有那么重视以外 大多数的人都很重视啊 所以说大家心里要了解一件观念 就是说美国本身是害怕这个情况 把他拉进去啊 但是呢美国的做法上呢 他那个军工复合体的当中呢 又看得很清楚 他这边的话呢 不断地在训练啊 我们在街头上也可以看到 这个平头的美国大老白人越来越多嘛 就是看得非常清楚 都知道就是说台湾这个时候的外国人 很多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买了几百亿美元的武器 总是得有人来训练嘛 但是美国在训练台湾人 做这个作战的时候呢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要防卫自己啊 他你千万不要指望他啊 我上个礼拜跟个美国人在聊的时候 聊到这个问题 他非常生气啊 因为我直接就讲了 我说我买你的武器跟买保险一样 他非常生气啊 为什么呢 他认为这是你们的事情 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当然我因为碍于情面 我没有做仔细的说明 但是他已经表示出来美国的金牌立场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这里面有四个字啊 就是说呢游汛转战了 我告诉你啊 非常多的战争啊 就是越兵越的就直接冲上战场了 我跟你讲 一定要搞清楚啊 这个不完全是针对第二岛链 因为他从台湾海峡过去 从巴士海峡往第二岛链方向走 那你刚刚听我们那边的喊话的原因是讲说 如果说你不在情话 我被迫 我将被迫 采取驱离行动 三件事情啊 将 被迫 驱离 如果是俄国人的话 讲我马上开跑 那就对了 那就对了 那你 我在这一下子 小冲突就变成了大战局了 所以说这里头的话呢 因为大陆出现了频繁比例啊 所以说我认为大家要搞清楚啊 目前为止 大陆对台湾 也是有和平斗作的 因为这边讲到了说是要开掃 这个台湾同胞合法的权益条例啊 两岸人民关系法 这个是针对于反分裂法里面 做的一个补充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你反分裂法的话呢 按照这种反分裂法的话呢 就只有统独两种立场 那剩下的话呢 我可以说全台湾绝大多数 在反分裂法的里面的话 属于就是 不管你是台多也好 独台也好 但是这个本身来讲 在法理上一刀切是有问题 那他们做这种列路的这种方式 从福建开始做起 比如说的话呢 政见啊 福利啊 社会啊 各方面工作权益啊 这个都有保障的 所以说 这个事情啊 要看整体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 我觉得啦 这个战争与和平之间呢 是两个选项 但是我要强调一点啊 战争从来就不是一个选项 一个负责任的人的话呢 战争不能够作为一个选项 所以说不管怎么讲的话 赖金德这边讲的话 顺着这个蔡英文的路往下走的话 会走到什么情况 大家心知度 主要是 如果你在中国大陆有 本来有市占率的 当然会受到冲击嘛 可是比如说 华为的手机用鸿蒙 你要走到欧美市场还是不可能 因为欧美还是用 iOS或者是安卓 比较多 对不对 不是比较多 根本没有鸿蒙 根本没有 可是 比如说苹果 在中国大陆的营收 大概占19% 那这个当然会受到冲击 因为同样是高阶的手机 你如果买了华为 你大概就不会买苹果了嘛 所以这个是一个取代性 那另外就是比如说中芯国际 它如果可以做通讯晶片 做到7或者5奈米 那当然就会取代掉高通的晶片 所以我觉得受创比较大的是高通 因为它是直接做通讯晶片 那苹果还不一定 苹果 苹果只是因为 我觉得中国大陆对它 还是有点投鼠忌器 因为它整个供应链都在大陆 所以它造就了很多就业 那也有一定的营收 还有税收等等 除非苹果把它的供应链逐渐移到印度 移到越南 那中国大陆要这个去抵制苹果 可能性就会变高了 那目前 目前我觉得只是 微博部分一些人在说而已 我不认为它的政府 政府如果说有一些单位说 不能拿苹果手机进去 那这跟美国政府一样 美国政府也不准用华为手机 就华为早期在做安卓的时候 它就被禁用 这个就是 因为手机的本质 它就是可以监听 这个你去问 你去问那个监听部门的人 你就知道 任何手机都一样 它都有这个功能 所以 我并不认为 目前这个华为的 现在也一样 一样 你关机也一样 一样可以监听 那这好乱讲话 所以我说了 我只是在讲说 华为的重新崛起只是 看能不能逐渐恢复 它以前有的那个份额 它2019年 它的生产全球的手机 是2.4亿支 结果去年只剩下3000万 所以我觉得 它回到1亿支 这是合理的吧 那回到1亿支 所占有的市场份额 一定是其他手机的 所以小米 Vivo也会受到冲击 也不止苹果 所以 可是华为不是只是一家手机公司 所以你看到 那个9月20号 25不是有发布吗 其中有一款叫做 新闪的耳机 那个就是 不太一样的 你很难说它是属于手机 这个 事实上它现在也要做那个电动车的智能平台 已经推出那个问界 M7 所以我是觉得 它可能更广义是一个要连接物联 那手机是人联 它还有物联这一块 那可能未来就是人就是手机 那到车就被人车联 那它还会联到你家 家庭 还有整个的外面 我们讲那个智慧环境 它会越来越像这样的公司 就是科技的造就的智能跟数位的连结 这个跟苹果就相当不一样 苹果可能会越来越接近 比如说要跟那个苹果电视 iPad 然后视听 娱乐 然后它甚至还在做内容制作 在做一些娱乐片子 所以事实上就分开了 所以我觉得不能用苹果来理解华为 不过这公司很了不起 就是说他被打压的这四年 他的员工并没有散掉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 有凝聚力的企业 有使命感的企业 你只要知道历史 就知道历史中最伟大的人 就是陈吉思汗 陈吉思汗就拿狼来比喻蒙古人的战法 这个狼的话 这个三个特点 第一个嗅觉特点 灵敏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真是拼死拼活 然后第三个话是打群架的 那跟现在的话 华为要介绍这种狼群的概念 是非常像 但是狼群是狼群 我觉得徐直军讲的话 是非常有道理的 我一直在讲说 不要太过于乐观 必须叫临身吕博 因为华为本身在被制裁的过程 之前的时候 是完完全全 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 都完全相信那种全球化分工的那种观念 刚刚我们亮哥提到说 那个鸿蒙世界没有人用 华为不能不搞出自己的系统 因为人家不让他用安卓 也不让他用iOS 他没有办法 真的说 我跟你讲 什么叫小月高强 小月高强就说 好东西我都围在小月里头 高强的话 你被禀除在高强之外 你华为能够卖出小米 Vovo OPPO这种手机吗 对不对 你自己本身的话 必须要拿实力来拼 所以徐志军这边讲的话 非常有道理 只是他的比喻 稍微夸张了一点 什么小学生 面对博士生的这种压力 我刚刚举了 你讲到那个什么 他那个无线通讯 叫什么 散飞 就是那个 我跟你讲 他原来取名叫做绿牙 就是要对抗蓝牙的 蓝牙不能用的话 他们会发觉 无线通讯对 华为的公司来讲 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就创造出来的 新闪 这个新闪的无线通讯的话 这个效果非常好 而且的话 最重要的是 它里面多的那种 好像各方面的接收 比那个蓝牙好得太多了 这个是一个 整个是一个质量的改变 我觉得华为本身的话 一步一步所制造出来的感觉 是非常非常不同的 不过的话 我稍微要提一下 就是说整个华为 现在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精神 能够进一步发展的话 民主主义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那早就完蛋了 如果任正非 一百亿美金 两百亿美金 把华为卖掉 美国人热歪了 因为钞票都是美国人在印的 根本就没有这种问题 但是我跟你讲 现在大陆非常流行一句话 原来那句话叫做 落后就得挨打 对不对 现在的话 进步也得挨打 不管你落后还是进步 通通通得挨打 所以说目前为止的话 大家要了解 华为的气势是暂时的 但是民族气节是长存的 不 这次确实有出事 我刚刚有讲到黄海的演习 然后金正恩去俄罗斯 那是为了筹码吗 就把这个黄海演习 事实上中国已经亮剑了 那美国调整的地方 那因为现在 这个事实上应该是军方沟通才对 而又卡到李尚福 所以只好苏利文自己出面 我的意思是这样 不然这个事件 也不一定要到苏利文出面 因为美国他邀请王毅 去美国跟他安排 这个拜席会11月的相关事宜 那已经一个多月了 王毅还是没去 那本来以为联合国纽约大会 王毅会去 结果也没去 中国大陆只有派韩正去 那韩正是国家副主席 基本上只是仪式性的一个领导 他没有办法去谈这个拜席会的实际内容 所以现在感觉了 这个中美之间现在问题非常多了 也没有看到 比如说刚刚讲到华为 现在美国国会已经去韩商务部 要做进一步的制裁 那现在商务部还没有表达意见 可是看起来也不可能完全都没事 所以我认为苏利文跟王毅见面 倒不一定是指向拜席会 不一定 而是因为军方没有办法沟通 所以他代为出面沟通 然后顺便谈一些别的事 因为谈了两天 算谈了蛮久 那李尚福是这样 因为最近连解放军报都公开写了文章 然后中间有一段话 他说一些干部存在不敢担当 不敢作为的心理 事实上我们知道火箭军刚被整顿 那李尚福是装备发展部的部长 是军委会 他是上了上级 所以对于到底要发展什么样的解放军的装备等等 他不可能没有了解 那连那个火箭军李玉超都被换掉 坦白讲知情就更严重 不知情那表示你无能 所以无论如何都有事 而且前面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魏凤和国防部长 那也就是火箭军出身 那他也被换掉 所以我认为这个一连串的事 给我的感觉是火箭军整顿的后续 甚至我坦白说 我也听到一种说法 说甚至连秦刚跟这个都有关系 所以因为李玉超的儿子在美国 然后涉及情报的交易 那秦刚并没有把这件事情 上报到中央 所以连他都跟火箭军的事情有关 所以坦白说 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这个扑朔迷离 因为国安事件 中国大陆是不会公布真相的 所以都是大家在外面猜 可是我认为李尚福 李尚福的事情应该要比秦刚要严重 对了 有关于这里面的消息 有关于李尚福的事情 因为刚刚我们也闲聊了一下 就是我自己是看了 因为首先披露的报纸 比较具有权威性的是金融时报 我是有看了金融时报里面的讲解 那么当然首先第一点的话 就是说大陆内部到了成绩这么高 不管是国防部长也好 外交部长也好 他们实际上发生情况 我们是不得而知了 那金融时报写的也是非常非常的保守了 他意思是讲说是 美国很多的官员 他们相信应该是这种情况 那我觉得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讲 第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说大陆内部当中出什么事情 他不愿意让外人知道的话 最主要是因为成绩很高了 而且这个是跟 那个大陆目前为止的话 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抓着打贪反腐的人的话 就是讲得都很直接 但是到了部长这个层级的话 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讲 但是金融时报里面的态度来讲 是这一点 如果是打贪反腐的话 我觉得你就要相信 这个大陆一切都是来真的 事实上这个来讲的话 对大陆的发展 其实是蛮不错的 因为就是说 你不管到什么层级的话 该办就办 实际上的话就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然后第三点来讲的话 我觉得有一点我必须要强调 就是说这里面讲的 说是因为这个李尚佛被制裁的关系 把它换掉刚好可以接触 我觉得不可能 我觉得不可能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王毅跟这个沙里文 他们在这个马尔他在谈的时候 他们就是基本上的话 三个原则 每一次谈都是这个三个原则 不管多少天 第一个台湾是这个红线 重中之重不能改 然后第二个的话 要平等对待 对不对 平等对待 然后第三个就言而有信 就三点都这样 怎么谈都是一样 那我觉得呢 如果说是美国愿意做到这三点的话 如果做到三点 那当然第一点的话 涉及到美国人会对台湾的态度 那这个的话 要公布 或者说是私下在做 不管怎么讲 那这个里面的话 说出来就是说 大陆不会跟他交换 换人来取消这一种制裁 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可能 实际上的话 有这种判断的话 对大陆情况不太了解 而且对大陆来讲 你要了解 中国人是非常要面子的 我们自己 对不对 我们自己都是中国人 我们自己非常了解 就做什么事情的话 都要了解 就是说你这个事情的话 不能让我觉得 我的基本原则改变了 所以说这个是 不会为了取消制裁 或者为了要见一面 为了习败会 然后做出这种换人 这是不可能的 然后但是的话 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就是大家比较少注意 就是77国会议 刚在整个古巴首都哈瓦那 开完以后 以后 他们发表了 中国带了77国会议 开了这个哈瓦那宣言 这个宣言本身 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最主要原因就是 他已经说清楚 就是说中国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帮助者吧 或是合作者 那么大家第一点在心头 77国会议就是联合国大会中的77票 这个就是大陆的底气 虽然讲起来就是说这些国家都不怎么富裕 但是盖方的帮主也是帮主啊 现在已经有134国 77是创始国 所以是名义上的 对不对 那他们最主要原因的话 就是说是大家 就是对于那种什么G20G7来讲的话 就是经济条件 不会是一个加入国际组织的一个要求 这个就是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 因为他2019年 他手机的全球贩售量就有2.4亿支 那到了2022年因为被制裁嘛 摔到了3000万支 所以我觉得 他高阶手机终于又重新回到市场 那就会 我觉得会恢复一定的能量 比如说 这支手机我认为最后可能 我说Mate60 最后我想应该 目前订单大概可能就有4-5千万支 那今年出货 我觉得能够出货到1000万支 就很了不起了啦 那明年就继续出货嘛 可是他不会只满足在这里啦 他就会开始 因为现在 这个中国大陆的民众受到他的鼓舞嘛 就觉得好像是有点 突破美国的封锁 成功了这样 不过我觉得他们也是很清醒的 像大陆官方就直接讲 说这个事实上距离台积电现在做的 4奈米3奈米 大概还是有三年左右的落差 他们事实上很清醒 那 任正非自己还讲过一段话 我记得是2017左右吧 那个时候就有人在讲说 我们要 2019说错了 因为美国要制裁华为嘛 然后 那个中国大陆就有人说 中国政府也要制裁苹果 那任正非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所以我觉得 坦白讲这是一个 就是他知道 世界大势 他保持一定的开放性 那也在争取他的企业自己的进步 所以 这个就有点吊诡啦 就是说他的重新站起来 是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的情怀来带动的 买这个手机 很多都有爱国情怀在里面 可是他却很清醒 鼓励大家这民族主义不要走极端了 就这个东西的拿捏 我就觉得他是拿捏的相当不错 那他就把 这个美国对他的打压当作是一个锻炼 就是说是一个苦难 那经由苦难 花才会长得更香之类的 他事实上公司有很多精神标语的图 你这边有贴出来 有一个就是跳芭蕾舞 穿着舞鞋跟没有穿舞鞋 没有穿舞鞋的脚都是受伤的 他就说那个就是经过锻炼的 那还有一架飞机在二战的时候 被打得满目苍蝇 然后坚持着回到了祖国的机场 那他最近还在华为的员工餐厅贴了一张 这个16岁的 那时候是国民政府时候的一个兵 那人家就问他说 他父母都战死了 然后说你呢 他16岁 然后他就说中国一定会胜利 那那个美国记者就问他 说那中国胜利之后你要做什么 是不是要娶妻生殖 还是继续当兵 结果那个16岁的兵说 那个时候我已经死了 这个真的是 难以想象 这样的海报就贴在他的华为餐厅 就在鼓 就是鼓动一种 我觉得就是一种意志力 你知道吧 因为你去想一想 这样一家公司11.4万人 那美国打压他四年 员工不离不弃 大部分都留下来了 这其实难度很高 对不对 那他四年也不是没事干 他发展了很多新的科技 比如说你这个FreeBuds Pro 3的耳机 他就是用他的新闪的蓝牙 对 他不会叫蓝牙 新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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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闪本来要叫绿牙 绿牙 反正英文叫Nearlink 那他也做出了卫星通讯 那也做出了 盆古大模型的人工智能 都装在手机里面 这个市场已经不是手机了 他已经发挥出其他人工智能的功能 然后无线的传输功能等等 然后还有比如说他的大数据 也是自己做的 高师大数据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 不服输 坚持要走出独立自主的道路 然后坚持技术要落地在中国大陆本地 所以就感动了很多民众 所以大家就踊跃买你的手机 大概是这样 我不这样看 我觉得这次紧急见面 应该是以处理军事的情况为主 比如说最近美国本来要在跟韩国 加拿大在黄海演习 结果中国大陆先发制人 那结果后来他们挪到韩国的东面 做演习 那中国大陆也连续两次 68架次 今天是103架次 然后运游20也出动 甚至空中加油机 那又有三冬号航母 给人家感觉是往关岛方向 在绣肌肉 那另外就是金正恩去了俄罗斯 那显然就是俄罗斯跟他要传统炮弹 然后俄罗斯显然也会给金正恩一些回馈 那这些局面我觉得 美国是急着要知道中国的态度 尤其是金正恩去俄罗斯这件事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北韩真的给俄罗斯传统炮弹 北韩的传统炮弹量极大 一般认为是好几千万枚 那如果他给俄罗斯传统炮弹 那可能就会改变俄乌战争的情势 因为现在北约 大概都已经捉襟见肘了 全世界传统炮弹最多的地方 就是韩战 这两个国家就拼命的在军备竞赛 所以美国也跟南韩调传统炮弹 可是绝对没有北韩的多了 那这里就联动到美国现在最敏感的一个议题 就是乌克兰这个战争到底要怎么办 继续下去 那最近经济学人也公布了一个资料 说欧洲提供了1318亿 那美国大概只提供了670亿 那可是这个局面已经撑不下去了 因为欧洲经济不好 我觉得主要是这种事情 那至于连接到习近平跟拜登 会不会在11月见面 我觉得那个还取决于美国 是不是对中国有释出善意 目前中国认为没有 可是这里也扯到一个问题 刚刚袁教授也提醒我 说好不容易APEX在美国主办 那如果习不去 这个恐怕中美关系就要再继续恶化了 就是你太不给他面子了 G20没见还可以理解 这他家 东道主 所以因为谈了两天 谈了12个小时 所以我觉得因为是昨天刚发生 我昨天在上电视的时候 突然之间晚上8点传出这个新闻 对 又是一次秘密外交 突然的 上次我也那也是啊 都没有人知道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还要看这个礼拜 会不会联动到 比如说Ramando 做出别的决策 那叶伦或者布林肯 是不是讲出别的话 那如果有的话 那就表示在松动了 所以可能还要再看一个礼拜 还要再继续再观察